听说最近的编程米月很嚣张 那今天来教大家如何用蒙田对写米月 这局也是利用了一点小小的操作 把这个米月打成零杠七 让他能静下心来的把国庆座也给做完 开局我们选择一把小铁键出门 米月带惩戒的话肯定会先进草丛等河蟹的 我们有二技能加速可以比他先一步进草丛先不及 等他二技能交给河蟹再出手 实话实说米月一级二技能拴不住人其实不算强 而且打野刀是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的 天生就比别人少一点装备 大部分强势边路应该都能打得过 这里也是先压了一波血量 河蟹被他承接掉了没关系 对抗路玩的就是血量优势嘛 米月的血是靠吸的而不是自己回的 只要他的队友不来帮忙 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他把河蟹的钱吐出来 小地图上看到诸葛亮在防止红须 这波可以安全卡线 卡线就是让四家的小兵把敌方的小兵补掉 然后我们压好位置不让他过来 他吃不到兵线就会发育不良 这样做比单杀他一次更管用 本来再抢一波线就可以升到四级月塔强杀了 中间花了点时间去处理了一下项羽 让米月有机会先出来清线 不过没关系交一个优势 四级前蒙田很好打米月的 一技能拱一下接二一先打一套满蓄力的伤害 他推一技能就往后退继续蓄力普攻 蒙田受到伤害后蓄力范围是附带减速的 他的屋檐咬我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减速后他就跑不掉了给我坐下 最后接一枪把兵线全部补掉 这波肯定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就不要浪费省线 蒙田的省线是很有用的 四级后打米月记得先手开大招 有小兵挡着他二前碰不当 这里站兵线的中间开大先把兵四转满 先手打一套一二一逼他交出大招 蓄力且利用他的乌鸦不断的减速 最后两枪直接秒掉 这一波一技能失误了没有关系 二技能蓄力让他的乌鸦结束他 一枪打出他的大招 本来我想推一座塔就算了 没想到他还挺自信的跑过来酸我 然后结局就是人与塔折尸 感觉我有点过分的 打团的时候米月就更难受了 米月学聪明了 贴脸二技能拴住我的本体 但是没有用的 简直只有我的攻击 而不是士兵的攻击 这一枪的伤害一样宝杂 通通抬走 然后打到后面当有经济等级压制的情况下 即便是不开大 这个米月也已经打不过我了 只能乖乖的等我清完兵线 他的人头本身不值钱 清完线我也对他没什么想法 直接踩大招的大招过来支援 打出对线优势的蒙天有多恐怖 一枪过去诸葛亮直接满血变空血 然后被莫子的弹坑收掉 莫子开大招控人 我们接着一枪秒的马可打成项羽 结果项羽又被鲁班的弹坑给收掉了 好端端的三杀被队友抢了两个 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好在最后也是轻松退掉的水晶 下次谁再拿前见的米月 你就用这套打法制裁他 白是白灵 好了我是龚瑞奖金龙 94个英雄的男人 期待你的关注 抖音